好的,这里是罗王,那我们今天的话来跟一期水智的视频啊 之前的话一直没有就是把水智拿过来 然后现在我们拿过来以后呢 顺便他那名又给了我两只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是我原来那只水智 他在,他在练倒铃你知道吗 好吧,没有 然后这是另外的两只 这两只会比我原来那只小很多 可能你感觉不到吧 因为他们现在伸得很长 啊,现在变小了 环节动物就是这样的 所以还是一样的 我们这次给水智喂一个乳鼠 其实也不能叫乳鼠了 它好像是有点毛的 但也是刚死的 我们还是坚持不畏活物 好的,那我们这次视频就这么开始了 但是这次的实况呢 跟之前有一些不同 就这次我们不是一只水智 我们是三只水智放下去 首先我们把这只水智和另外两只水智一起放在一起吧 这两个小家伙,这明显比他小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家伙吸附能力还很强啊 你想吸我的血吗?拒绝 然后把它再盖上去把那个死老鼠拿过来 好的,那我现在把这个小家伙放进去吧 这个这次死的有点凉 应该不会影响 应该不会影响 我这个放下去 已经有点凉了 开始了 开始了 这只已经开始找位置了 是在找位置吗 应该是在找位置 现在两只已经开始了 其中一只已经开始吸了 下面那只已经开始吸了 那个位置 那个猥琐的位置 天呐 哇,你们都这么喜欢从这个位置吸了 你们要吸出来的到底是尿还是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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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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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有一个口子,三个口,但是这次没有标准的水质的那种三角口吗? 可能是因为这只洞鼠它的皮质是这样的 它的皮是那种比较韧性比较强,所以没有标志性的三角口 但是明显这个也是颜色翻白了,就是吸成这个样子 这三个小家伙真的是牛逼,不过这次吸完以后没有感觉吸的太多 怎么说呢可能死鼠还是没有鱼好吃 总感觉他们吃鱼是吃的最欢的,每次吃鱼都是吸的饱饱的 吃死鼠吃不了那种饱饱的 好的,那我们这些视频就拍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 这里是罗王,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别忘了点一个订阅 投一个硬币,点个收藏 然后我们之后可能还会讲其他的一些活体的饲养啊 什么的,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 这里是罗王,感谢大家观看 怎么样 kolej